MING PAO TORONTO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三次給你晚報 我看到網友提起 這是不是辛河太 荷太 千禦BB等等 我其實不是很想評論 雖然其中一個 我在開頭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其實老人要去死 他要死不讓他死嗎 小孩有沒有問過他 錢是怎樣的 或者是小孩是否猴出他父親的錢 怎樣的呢 因為我沒有去世根這宗新聞 所以 我就 不如自停 為什麼呢 去保護他父親 把錢拿走 和猴子拿走 其實都可以 同一時間 都可以是一班人 但是 我只是想和可伯說 或者有些男人知道 但是似乎可伯就不知道 有些男人 是明知的女人 賣來 是賺我錢 我金心 反正我都幾十歲 我就要死掉 我沒有所謂 我就是買 人生 都沒有生命兩年 就買了一個快樂 你有這個心理 準備你這樣去花 我會尊重你 如果那些錢真的 你會找回來 甚至是子女給你的 都可以 給你 就管 但是如果你真的 覺得有真愛 的話 因為我看過這款 你真的覺得有真愛 那些人想想 是的 你真的要聽《啤梨晚報》 老實說 不要說你可伯 我自問 我這麼有型 你有沒有六兜都還未夠 現在還是成年 現在 如果有一個二十歲的女兒 說 我真的很迷你 很喜歡 我想和你一起 我不得名分 我都想說 你貪我夠老嗎 貪我肚腩夠大嗎 你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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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你說 一看就知道去老實人 哈哈哈哈 那當然 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不懂看 老實說 如果那些說 你去叫一隻千五元的雞 千五元的雞都很漂亮 二千元 而你七十幾歲 即七天才做一次 因為四次 叫一隻二千元的雞 一個星期 都是八千元 一年都是九萬五六 十年 如果你可以這麼厲害 叫了十年的 你都是花不到一百萬 如果你的子女 這樣都夾了幾百萬 那我真的不吵架那幾個子女 你老婆 你認識別人 叫了愛日子 這麼笨 所以有時候 真是吵架很多難說 馬路的東西 對嗎 韓快熱不熱嗎 不辣 我們撇開所有的東西 是 又真的熱不下 為什麼 大波 不是 你說他什麼時候 現在這個 當然不行 老實說 因為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譬如說 你有否吃過騙子 有否吃過河馬 有這麼說 河馬當然不會吃 就算沒有吃過 有這麼說 你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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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回歐遊的第二天 這一天 就真的重要了 為什麼呢 這一天 就真的 我自己覺得 是我人生的提升 話說 第二天 我就打算租車 其實我在英國 除了幾個天 第二天是全日 第三天是全日 第四天 早上的早上 我就會飛荷蘭 所以我租車 花了幾千元 其實只是那兩天半 或者三天 那天 第二天 我問我們 那些英國老友 有什麼地方去 因為曼城很小 他說 不如下約克 那我聽說 藥克 很瘋 很厲害 事實上 我都走遍了很多地方 那 下約克 去看舊東西 古城 那些 那些 那 我跟著再說 我後來去到一個 Candle 的地方 那 我去到約克 那 大約早上 九點多出發 怎麼知道 那一輛車 在萬城市中心 仍然在市中心的時候 就突然間 跪下 例如是踩油都不去 嗯 OK 好了 那 結果是怎樣呢 各位網友 是很掃興這件事 那 正常 我們一般的做法 那 我都不預期他這麼快 英國 打電話去 那輛車 他應該就找人駕駛車來 不給我 喂 繼續去 行程 你搞定他 OK 結果 不是 不是這樣 他要走程序 而 那程序 最後 我是去到當晚 晚上的11點 我才拿回 第二輛車 是我完全沒有了 一天 嗯 完全沒有了 正常來說 我一定要發脾氣 吶 吶 他 就像當天在印度會 吶 那些印度阿星 那樣 我竟然沒有 我都生氣 但是我沒有 後來我還 去到那間租車公司 又坐了六個小時 因為 為什麼呢 我開始年年年大 最近看了佛 佛經 多 你屌尺他都沒有 他這輛車是2023年 嗯 但是 至於做事辦法 他又說到他犧牲很多 那我是看到 英國佬呢 那些萌失 但是我覺得 當然我不能夠 因為一件事 就當成英國佬 但是結了良緣的 話說 為什麼呢 去到 路中跪低冷 我有很多 什麼的 有很多人 我想超過十個party 包括警察 普通路人 走過來問我 什麼事 用不需要幫忙 推車 我說不用 這個是自動波 對 好了 有一個人走馬來 I have a sim car 真的跟我看看 什麼事 一模一樣我就電車 嗯 跟著上來搞大律 當然沒辦法 好了 然後呢 好在我在市中心 就叫我那個老友 就是剛才拍照的那個 呂英三十幾年 祖哥 祖哥 他呢 距離我市中心七八個字車 就馬上另外找了一個網友 都是我們節目的 叫做銀哥 銀啊 金銀啊 下來在 他就說 咦似乎是 小電沒有電 那就是 大家如果開車 就知道有電的 小電的意思就是 那些雲年車 有個大電 小電就是我們平時 開車 我們給供電的那個 那麼 於是乎呢 他就叫祖哥來的時候 順便去車房 拿去小電 其實我覺得未必是 為什麼呢 因為踩油都不去 是穿了車 踩油都不去 好了 結果那裡呢 他就說 跟租車公司說 他就說 喂 現在馬上派人來 路上 去急救 喂 那時候我已經說 不要搞這些 你找車給我開 那就不對勁 他說 沒辦法 要路上急救 好了 結果路上急救 是三點多才來到 那麼當年中間 哎呀我都睡著時 他說 什麼了 就去看樓 他說祖哥帶我們到處去走 這樣 好了 三點多 那個人都來了 陸上急救 竟然是on time 喂 搞不好 就叫他拖車來拖 嗯 就說七點才來 那麼那個時間呢 我就叫我老婆 你回酒店 我就索性去租車公司 因為很簡單 就拿我的車 我自己來吧 祖哥的車我去機場 我租車公司 誰知道那個租車公司 他說 喂 不行 為什麼呢 一定要他那輛車回來 一出一入 跟著我說 喂 沒關係啦 我沒了一天 是吧 他說 他不行 因為他有什麼保險 他就說 一出一入 這樣也不夠 我說 不要緊 我在那裡等 我叫我老婆 你這麼冷 你跟我走在哪裏 沒所謂 我老婆看兒子 他說不行 拖車來的時候 你要老婆趕在一起 如果不是有 就沒有人負責任 他是這樣搞的 好了 在那個階段 大約是這樣 我就跟他聊天 跟阿賊 巴基仔 原來他那天是收三點的 他是專門 留在那裏陪我 他說陪到我幾點都要 因為他的責任 我心想 既然你這麼負責任 我跟他說 其實我是不明白 為何你不讓我一輛車 先 問什麼 他說如果是這樣的 因為現在的車還在街上 那你就租了我兩輛車 保險 那樣東西 然後我帶來 哇 我說你屌你了 你真是紋失到你保險跟人 可以 總之 我是沒有一輛車 但我沒有快皮 我簡直說 如果我是以前 我一定只有你 不過現在就算了 他問我做什麼 我都沒有特別說 聊聊聊天 那樣 那樣 但我覺得我是提升的 不過後來呢 又很好 其實我租這輛車 後來他又給了我一輛Premier的車 但是呢 最後來的得罪就是 跟我租這三天三千多元 後來是一輛起壓 即是 那輛車是起壓的 但後來我再回去 最後最後 最後四天 我回到馬陵城的時候 我租了四天 這次是全程 給我一輛高一級的車 給我一輛Audi 給我一輛大Audi 他也計算了三千多元公司 其實應該是六千元 他就給了我 好一點的費用 其實他可以說 其實我可以搞保險 我沒有空跟你搞 因為 除非我那天真的 我有合約員 我又預約了什麼 又說那一單生意幾百萬 當然搞你 如果不是 你又有行政 也不想搞他 但是我 是很apprecious 我沒有發脾氣 我完全沒有發脾氣 就是 只是說了兩句 反正 我 中間偷了些時間去看樓 去曼城 跟著坐在那裡跟他聊天 又遇到他有一些 他們是曼城的粉絲 又遇到一條 老鬼 曼聯 多數都是 最好少 另外有一條人 走過來搭車 他也是來租車 說說說 不知說了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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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相信我 別人說 你不用聽 總之我講 就是 意思是這樣 他說 They are in different level 他說 那些 首先我同意這件事 但我到後來 我在想 為什麼我要相信你 你是憑什麼 你是古列子 還是你是 你是什麼求平 是 後來我發覺 在我今次遭遇 是個個個都是這樣的 個個都認為自己是 你什麼足球專家 哈哈哈哈 那當年你問我 我真的 我當然是覺得 國內地圖比美詩更厲害 好了 那我就跟那個萬狗 又聊天 順便 那個萬狗 我一說 我說 喂 我對你的老闆怎麼看 對你的領隊 嘩 我聽不到一成 說一些蘇格蘭 然後 他會 很糟糕的 那 那 後來我又進去看萬年的比賽 那 萬成 就是 後來我做了朋友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 他們基本上大部分 我不知道 就是 譬如 last day那天 就是早幾天早兩天 那整個萬成都是藍色的 嗯 那我在賭場 我跟經理說 喂 你想不可以 我找到一個電視 弄一個去 阿仙奴 天 然後他說 他說 no body care 然後他說 no body care 阿仙奴 然後他說 我不是啊 我支持阿仙奴 他說get out 真是開玩笑而已 其實呢 他都說 他不是任何粉絲來的 那天之前就有場拳賽 那些鬼鬼很喜歡看拳賽 其實甚至乎我 去看晚年那場球 看完之後出場 我兒子叫我不要 亂叫 我看到有幾個阿仙奴的年輕人 在街頭上 屌你有沒有 即是 sandband 奧別複 一捉個胸 不停止住自己的阿仙奴 然後 惹咎那些萬年堂民 都沒有進去 是吧 Anyway 我們先看照片 這是我翌日的行程 大家如果在萬成的朋友 認得 可能會認得少少 這個呢 其實就是這個 我這家 我駕駛了 那我呢 旁邊的士 現在白色的巴士 那個巴士 那巴士機就過來 喂老友 要不要幫你 他說 要不要幫你啊 我說不用啊 然後呢 普遍跟他說 Kia 其實就是 Kia 現在香港也賣很多 但是他這家就這麼巧了 是貴就是貴在這個位置 OK 那後來我們不理他了 自動波都照推他 因為沒有辦法 你推不著而已 你不要妨礙路 最好是有幾個警察 他說 What's up 什麼事啊 我說車子壞了 他說 So bad 然後走下去 那個警察不是說幫我忙啊 或者叫我去指揮通道啊 擺個雪糕桶啊 是走下去啊 那後來呢 這個位置呢 就是後來 往後的十日八天裡面 就是我 基本上我出身去 啊 或者上highway 都有時候會經這裡 那現在燈位下面呢 有一間呢 就是在閹雞介紹 我屢次想去吃 鬼佬大駕駛 我都去不了的 它叫 在那裡 Level Spoon 好像叫做Level Spoon 你那時候是不是在那裡 Level Spoon 不在那裡 就是那裡 那個 它是怎樣的呢 是早上 晨早開六七點 到晚上都那麼多人 就是鬼佬大駕樂 那些鬼佬都在那裡 很便宜 他的早餐有些是兩三磅 起至六磅 嗯 那些啤酒很便宜 終於知道 由早到晚都那麼多人 用來涼冷氣 我嘗試過 進一個Level Spoon 進一個梯櫃那裡 OK 就是這些梯櫃 好了 再去 好了 那中間呢 我們老人帶我去看 這個是Media City 就是近晚 奧德福那邊 的看樓 他說這間一定要看 那我為什麼要看呢 因為呢 這個外觀別管 他那個大閘 是有些生鐵 很重的 你覺得是監獄 但是進去更嚴重 為什麼在那裡拍出來呢 我進去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看的那些美學片 那些監獄 新潘 那些 上面會有些 你又變 很膽大隻 那些變態老 你屍婚 就是這些地方 那些零零四四便宜些 通常現在的單位 是 asking for 二十幾萬 那些單位 十幾萬而已 八幾萬 有的 我嘗你老母 好 他這個設計 後來我發覺 他應該是那個設計師 專門 因為連鐵閘 都用那些生鐵 很重的 來做 就是那個靈感 就inspired by 監等 而他們就做出來 而竟然有人買 好啊 你完全是那些 我看 小時候看什麼 Bad Boys 什麼生潘 進去有些人 吃人魔 那些地方 有人買 這麼奇怪 好 再去 那這個就是後來換給我 現在我拍他在哪裏 他換了 為什麼我們換給我 因為香港也差點假的 我拍了一間 就是我這個女嬰 三十幾年的老友 喂 既然現在我們拿車 那裏是在機場的 他說 你一定要去吃這一間 意大利菜 他說 哇 很冷靜 很冷堅 我想他在聽節目 雖然他大病初遇 但是我也不斷要說 這一餐其實我沒有發覺 但當他介紹我第二餐的時候 我發現 難道一個人 旅居英國幾十年之後 他連什麼叫好吃不好吃 都開始有些變化 因為忘記了 他介紹我這一間 在萬豪酒店 有一間叫聖卡羅的 意大利餐廳 他說你一定要去 我立即打電話 我拿了車之後 終於打電話 聖卡羅 你幾點收工 他說 11點 last order 10點9 我看了錶 你一身星辰 就開車飛去 說到 能得 燭光晚餐和老婆 我們都很幸運 去到這裡 我叫聖卡羅的餐廳 這輛車放在門口 我們進去之前 說有一個 凡新的高級餐廳 我終於覺得自己 中國人就站起來了 有一個大約是六尺四五吋的 我不知道是Secure 還是什麼 在門口 你知道那些格式 嘩 高大個胸口 那些Bouncer 不是Dancer 那些都不知道什麼 那些Bouncer sir can help you 我說沒有 來吃飯 然後他說 ok please 進去才問你 有沒有reservation 那些東西 進去 哇 進去 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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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去之後 其實 ok 其實 我應該要上網下載 免得了 我自己拍了多少 有些太多照片 我老婆 其實他真的很有抹 現在香港這些都不用收你多少錢 ok 那我看照片上面 王室人員有知 最多的是球員和騎士 為什麼是騎士呢 因為我認得幾個 什麼戴圖理 又拍角 那些都認得 有些我不認得 但是很矮 你看那個款式是騎士 還有一些馬球明星 在我看照片 也有些名人餐廳 ok的 而且聘請了那些人 most of 他們那些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聊天 似乎都是意大利人多 是意大利餐廳 他們又說意大利話 自己聊天 我們叫什麼吃 我們馬上去看看 我們叫這個 就是我老朋友叫我要吃的 那我就叫 我們首先最近 有一個意大利飯 可以的 上面有一隻龍蝦 其實我們叫到這樣 那樣的時候 那個 很棒的 那個待會員跟我說 其實你們都ok的 兩個人 他說你們不如 等我們的東西離開 本來我叫兩隻龍蝦 嗯 那麼他 我錄完蛋之後 我想一想 那兩隻龍蝦會不會很多呢 然後他說 其實ok的 他說不如減一隻 你們兩個人 你夠再叫 好了 跟著呢 有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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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盤 就是有些 下面包住的那些 我也不會說那些白色的 不知道什麼 糕芝士 有些草 有些爛糕菜 可以的 因為是他的 recommendation 好了 好了 另外就是我的朋友介紹 要我吃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青口 青口 是的 那我就麻煩一點青口 我喜歡吃海鮮 但是呢 來到這些地方 他說一定要 這個 辣的番茄汁 哇 很棒 哇 我跟大家說 那個辣的番茄 整晚最好吃的這一餐 竟然是那個青口 是因為那個辣的番茄汁 其實很簡單 就是番茄汁 加了一些辣椒 但是很惹味 其他東西都OK 但是就不是我想到 他講到這麼突出 那個意大利飯是 吃什麼 我不記得 Charles 就是 松露 是的 他呢 適合我吃 但是其實有點濃 連我也覺得有點濃味 你想想 香港人可能覺得鹹 但是外國人是不是吃得濃的 你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很濃味 但是呢 這一餐埋單 我們還有些drink 這裡我看到一杯 我老婆 我喝了一杯啤酒 它又不貴 這麼classic 五十磅 五十一二磅 我們香港吃不到 還是六十磅 但是你隨時兩三個水 一個人你吃不到 香港這樣的 格調的餐廳 那隻龍蝦都算大隻 那隻龍蝦 很大隻 那隻龍蝦 很好 那 一隻隻其實一隻在哪裡 有喝酒 有有 我喝一杯啤酒 我老婆喝一杯那些 不知道什麼 不是 我老婆喝啤酒 好像喝那杯東西 因為我開車 我不知道 五十幾磅 六十幾磅 不貴的 所以我說很奇怪 你街上吃個炒公仔麵 是十幾磅 你吃到這樣 應該是五六十磅 他又不會說 因此而 一百磅 一位 五六十磅 是兩位 那我覺得是OK的 然後我們那天 就是這樣 第二天 就是說我們完全 但是 我自己 什麼 lifetime experience 你哪有試過租車 我兩狗狗 不會壞車 我這麼多年車 還沒試過 還要整天才拿到車 在馬拉里 你馬上開車給你 Mister take this on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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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怕你 什麼 他怕你投訴 他怕你投訴 為什麼呢 我們公司的 租車apps 你投訴他去壞車 沒有人能控制到 壞車 2023年車你想怎樣 但是你這樣的 做法 其實真的要找我 去品 是 幸好我多時間 好了 回來了 這是第二天的行程 所以第二天 我吃過這一餐 我當時 我開始懷疑 我老友的品味 因為我覺得是可以的 飯店一定可以的 又不覺得他講得那麼好吃 我真的有一點 如果不是我沒有第三天 一定會去說 一定要吃那間 那我就徹底 因為我又這樣說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不知道廚房是否轉了 第二 我們吃的東西 始終就是我們香港的口味 嗯 好了 那我講了幾個新聞 幸好不是發生在我身上 一輛是新加坡航空 客機急墜 大家應該看過了 就是倫敦 希斯路 非新加坡 搭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那星航的機 好 非新加坡 五星航 經常都是 No.1 No.2 波音客機 在四分鐘之內 急墜一千八百三十米 一千八百三十米 有多高呢 那根據他這裏說呢 做些資料呢 就是全球最高的 ICC 全球最高 一百零八十 是四百十四米 那如果 一千八百幾米 就是四層幾的 ICC 那在四分鐘之內 這樣跌下去呢 那當然呢 是非常之快 那大約是 每秒鐘 每秒鐘 會跌下去 就是七點幾米 那就是二十幾隻會 每秒鐘 比最快最快最快 地球上面那些 就是高速升降機 都快秒幾 高速升降機 已經有很多人 聽不懂的了 我們不用搭很高速的 升降機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上四十樓 不是很高速的 有時候都會說 原本是一隻耳 好像有鼓 其實那些已經 不是很高速的了 高速升降機 有些人還不能搭 但是他還說 我們比高速升降機更快 是 因為他 在晴空底下 又detect不到 現在的科學家 氣象專家 就說 這個其實 非常有可能 就是那個所謂的晴空喘流 不是雷暴 不是大風 是在晴空底下 會有些亂流喘動 通常是因為 我做過功夫 在不同速度 方向和溫動的 氣流相遇 譬如一個很快速的氣流 一個很慢的 一個很高溫的 一個很低溫的 那就暖了大龍 是會有這種情況的 未必那麼容易 detect到 一般來說 所以其實乘飛機 但是我們都不流行 其實無論如何都 攬住安全帶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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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安全帶 也好 你男士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 居然不太多 那你就不會 除了安全帶 話說 我回來那一程 我躺在那裡 那個空姐 無論都要走來 和我穿安全帶 我躺在那裡 然後我半目 在我下面 居然不太多 居然不太多 他真的躺在那裡 因為我躺在那裡 他這樣 跟我攪拌 他就說 哇 我的第一反應 我立刻 我居然不太多 你居然不太多 你居然不太多 原來他跟我弄個 那個扣 好了 那 今次是可惜一點 可惜在甚麼 有人死亡 那真的嚇死寶寶 這個 有個嚇 他未被人嚇死 因為心臟病 你這樣 真的對我們的離心力 所以 其實坐飛機也是有點害怕的 我經常說 雖然說那個機會是很低 你想想 坐得升航 在希斯路 飛去新加坡 坐航空司機這樣的飛機 都沒有預期到會這樣 哇 你想想 你居然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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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另外 近期流行 這個 捉 Uber 嗯 喏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要譴責 現在別人起了底了 捉Uber的帶起人 這個的歌 叫做周展圖 佔中的時候 清場有去睡 蛤 好 這樣也不是的 我都很反對這些黑暴的 所以 你當時幫忙清場 沒有問題 但是 你看到今天的訪問 我常說短說 這個真是激烈 你居然不太多 你老母 喂 記者問你 你怕不怕有衝突啊 他說不會 怎麼會有衝突 Uber的司機 都是斯文人 我們又不是做甚麼 他們要求財 有網民就說 為甚麼你不去捉黑暴的 說明黑暴的 用甚麼去打我 欺成炮 老實說 那你繼續捉Uber 因為超哥說 大家小心不要搞這些 他說 他都是勸喻我們 關心我們 我一定會繼續捉Uber 直至警方 直至政府 如果對這些 取囚載客車有規管 我就不捉 首先 煽動啊 你 這是周展濤 你絕對欺事怕惡 黑暴你又不敢捉 不打的士 其中一個原因 很大的原因就是 你的的士佬的 態度啊 或者手法 令人是黑暴的人生 但你不捉的原因 你不是說甚麼 是說 說明黑暴 用甚麼去打拾我 其實為甚麼你覺得 Uber沒有打拾你 我也是奇怪 Anyway 欺善怕惡警 第二 他說 要 要 為甚麼 他說 其實他也不是 怕別人打 人家打他 還拖 可能會不墮發網 其實說真的 如果有人打你 你還拖 那就會自衛的嘛 那 又說要捉到 無牌的取囚在客車 政府有政策 你先不捉 首先要這樣說 你說 公不公平 其實 在他們的角度 或者你問我 全世界 但是 容許Uber 這些取囚的國家 是都有相應政策 去平衡的士 和他們的利益 香港就真的是 最糟糕了 講了幾年 那你想怎樣 你現在說下去 喂 的士司機 有道理的 我又要考牌 那麼辛苦 他們的私家車 這樣又可以 他又不用買甚麼 又不用 又沒有扣分 那你想怎樣 你是拘捕還是不拘捕呢 為什麼拘捕得這麼不合理呢 因為成本太大 太難拘捕 你又不要說 法律訴訟 你只要找那麼多人 去放蛇都大膜 其實實在是無能 老實說 到現在的情況 到現在的情況 包括大陸的網約車 甚至乎沒有人打來 是否要買一些牌子 和的士路不如 或是你要去想 不是逃避 如果周展圖 你說你直至有滿意的 規管網約車方案 出道 你才不去放蛇的話 那你成輩想要做蛇 捉到你死 還有 現在是捉烏敗 我們偉大祖國那些 滴滴出行 什麼高德打車 你是不是先捉 快點捉 你是不是先捉 你是不是先捉 我們先看看陶哥的樣子 普通氣勢 他也好 是不是一表人才 一表人才 陶哥也好 喂 放狂 放狂 不是簡單的 他發現他多人很久 就是這樣說 大家有空上網找一些訪問 是 他這個人真是挺傻的 老實實 你不傻也不同 就是這樣 真的挺傻的 好 謝謝